最近由莉莉·柯林斯主演的奈飞新剧《艾米莉在巴黎》热播 改剧由欲望都市制作人达伦·斯达打造 共10集,每集30分钟 讲述了莉莉·柯林斯饰演的20出头的艾米莉 因为意外获得在巴黎工作的机会 从芝加哥到巴黎 任务是把美国观念带进一间享誉法国的营销公司 莉莉·柯林斯与奥黛利·赫本长得酷似 她在经历了各种关于巴黎生活的好莱坞式的陈词烂调 包括粗鲁的抽烟同事和到处可见的浪漫故事 艾米莉在剧中不仅要适应文化差异 还要兼顾事业和新的友谊 以及爱情生活 她和许多美国人一样 在得知巴黎和电影里不一样时并没有孤独和泄气 而是通过她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 把它塑造成期望的样子 它符合美国人的预期 早在1951年经典音乐剧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就曾经描述过巴黎的好莱坞式的爱情 艾米莉在巴黎是一部自制的轻松浪漫喜剧 电影制片人是欲望都市的Darren Starr 她找来了一直合作的造型师 Patricia Field负责艾米莉在巴黎的造型 这位造型师不仅做了电影版的欲望都市 还做了穿Prada的女魔头和丑女贝蒂 都是一顶一的时装剧 她想要表现的艾米莉是一个乐观的职业女性 她喜欢巴黎 在被巴黎的优雅童话之前 她更加需要表达的是她的美国身份 不管是美国身份还是跳脱于环境 剧中的艾米莉都做到了 网友表示剧中充斥了大量对美国 法国和中国的刻板印象 也因此收到了许多吐槽 About Emily in Paris I haven't had a chance to discuss the craziness in the press Over Netflix knew a show of an American in Paris And as Van Minut tells us The show is full of stereotypes For example, in real life in Paris Chambre de Bonn, our maid's apartments Are not 50 meters squared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you will see Lots of people wearing berets But the French celebrity site Conbini tells us That there's been quite a lot of Complaining in France about it too With French people here asking Is that really how Americans see us And others lamenting Flat characters All by good-looking ones And no plot 剧中法国和美国两种文化的强烈冲突 不仅表现在工作 恋爱和社交上 在穿搭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欧洲是旧的 对于欧洲来说 美国是新的 剧中的法国人一直都觉得 艾米丽是个土包子 只是有钱的爆发户 她的穿搭方式可谓五彩分成 调色盘式的穿搭 给黑白灰主导的巴黎街头 带来了一道明亮的风景线 而剧中另外两位女性角色 闺蜜卡米尔和绍斯塞维亚 则优雅地传递了法式美学 亲身演绎了什么是少即是多 但如同艾米丽在花神咖啡馆 遇到的符号学教授所言 时空转移没有绝对的ink out 艾米丽在巴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中国人Mandy 父亲是中国的拉链大王 妥妥的富二代 却为了逃离一成不变的生活 宁愿被家里断了经济来源 选择退学在巴黎当保姆 中国网友表示 大概没有几个中国家长 能够真正的做到了断生活费这件事 艾米丽在巴黎虽然只有短短时期 却引起了法国美国和中国三国观众的热烈讨论 其中的刻板印象自然是笑料 当然也可能引起部分观众的反感 剧中的巴黎是降了滤镜的巴黎 但是巴黎的确有它永不褪色的魅力 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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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одит